因為要節省時間 我想替大家請教我們師父一個問題 過去這個雪宮來臺灣紅髮的時候 他自己家曾經講 他說 這個有兩件事情 來聽他說話他不確定 那兩件事情 第一個 不勸大家吃素 他自己吃素 但是他不敢勸 來聽他講見人吃素 那為什麼呢 如果你既然要吃素才能學果 那來聽話的人可能沒有 早期是這個樣子 但是我們慢慢的我們來親近師父上你就知道 師父不但要我們要吃素而且要吃全素 間接的有殺生的不行 所以牛奶淡那就不行了 如果你還在這個你沒有吃素 你又吃素了以後又有吃奶去淡 那師父不跟我們說話 你看跟雪宮完全不一樣 為什麼 這個要請示師父 另外雪宮他看一個就是不確的故事 所以我們連社 連社從來沒有放恩德蝦 有沒有發現我們師父 這邊好像還找不到恩德蝦 所以大家私底下 我們有一份以公家的名義 供養我們常住 另外私底下大家又想賠福 所以就送到終於這邊來 有一些紅包要供養請父 我先借這個機會 看這個我師父這個笑容 期待大家好共養師父 謝謝 謝謝 這個就是說 就是 雪宮過去說是不確認故事 不確認故事什麼呢 你學佛那就要拿錢 那可能就主愛人在學佛 但是我們供養三保 供養請父 這個需要 而且是替我們自己 而且是替我們家人來做 那在這裏呢 那在這裏呢 我要這個全靈的 提醒師父 就為大家來 開示一下為什麼 這個學佛必得要吃全素 請師父吃杯 我出家五十五年 我出家五十五年 到現在我從來都要真正正正式去講 有經 可是我從那個在家居室 從我阿嬤 他學佛 我慢慢跟著他 到各道場去拜一拜 然後真正表解佛法 我要開始要學佛 到我真正可以出家 我想出家到我要出家 抗戰十年 抗戰十年 那個中日抗戰 抗戰八年 抗戰十年 是很軟性的 就是讓我的長輩知道 我出家比我去一個家庭裡面好 所以在那段時間我慢慢的去觀想 我先講這個道場為什麼 學功到屋時不願意收人家的錢 跟我個人的想法 其實老師講這個 我到現在 我出家那麼久 如果有人要供應錢 說實在的我覺得我自己很慚愧 我沒有什麼修持 我為什麼要收人家的供應 所以我現在在我的心裡 如果人家要供應 而且我奉勸我們在座的居士們 你如果要叫一些沒有學佛的人去清淨佛 絕對不要告訴他們說 你到道場去你要供養師傅啊 有些人他來的時候他沒有 只是跟你一起來走走 本來對佛教的觀念很好 你突然間你要叫他供養 他口袋裡面不一定戴錢耶 像我出家一直到現在 對不起 我口袋裡面有衛生紙 我平常不慣戴錢 人家會不會很尷尬 還有有時候 也許你在現在你這個時間 你正好有一筆錢 你覺得那個道場你去的很有意義 你願意奉獻出來 人家大概拿五十塊的時候 他拿了五萬塊 然後你就一直盯著這個居士 但是下一次來 我現在要弄那個門 他就出了五萬塊 我現在又要一尊佛像 我也叫他捐五萬塊五十萬塊 其實在那個時候 也許他需要用錢 手裡面的結局 我說你可以啦 活佛祖會保佑你啦 他一定要去借錢來 他敢來嗎 我們這個道場 你們進來看不到有一張 網告告訴你們說 我們這個道場需要什麼錢 裡面也沒有功德香 外面也沒有讓人家添香油的 一個桌子 可是我们有年友来来这里七八年 他的朋友怎么讲 因为你敢去那个道场 你看他建成这样 每一个进去的人 我以前以为他在国际 他说一定要两百万 先两百万起跳 我就请那位医生的太太 去问那个人说 你有进去过吗 没有啊 进去要很多钱 那你看看 有心学佛的人他如果求 你每一次就一定要叫他捐钱 做什么 一文不思万文收 没有钱的人敢进来 本来他没有钱 他能够了解佛法 回去以后用佛法来改善他们这个家庭 也许是成为一个很祥和 很健康 很幸福的家庭 因为他怕花钱 只要人家告诉你 说一定要去 我跟你讲啦 我的朋友要去 你要准备 将我收 那钱去的时候 他就一直要花 对不起 我们这个道场是最没有礼貌的 你捐多少钱 我不会叫你留一个柱子 十灰 他自己有祖先在这儿 要进来有祖先要进来 我也不太简单 我们道场很小嘛 能够用的墙壁有多少 我不能佛像后面全部都是贴那个 那个祖先牌位 你看一个道场叶才要多少贴 一个牌位那么小 我想我的孩子以后都不愿意 不愿意拜佛 我自己把我的祖先弄干来 他们有些人还跟我弟弟讲 我看你 你姐姐那个道场很好 我的孩子统统在国外 那我们就有时候也到国外去 我们不要拜拜 能不能让你姐姐那你让我放牌位 我说没有 这里没有再这样收人家的牌位 甚至于要来超度 应该吴老师也知道 如果你这一次不来 不管你以前怎么样付出 你不来你不会来写祖先牌位 我钱也不要 还有一点 很多道场认为 某一些人做那个 不利于社会的东西 然后他赚很多钱 他拿来公养 比如说不收白不收 他做那么多坏事 你把他收来做好事 可是他会认为 比如说 我家带开赌场 那我说我拿钱去供养 你收啦 你大概就是鼓励他 你继续做这个我们到场才有钱收 请问大家 你去收他的钱 受他害的家庭有多少 多少人赌博赌输了 欺离子善家破人亡 你不是说佛菩萨会保佑他 很有生意吗 所以我们有很多信徒 他说 那个钱上面又没有记号 你帮我拿去给叔父 他在这干什么 在菜市场 开卖鸡卖鸭的那个店 然后我们那个信徒就跟他讲说 叔姐你这个钱不行啦 我们师父不要收这个钱 他说钱上面又没有记号 他说问题是 你这个钱是杀害很多众生 然后你再把这个钱拿来 我如果要讲这个 大概就是 想要让你们了解一件事情 让你们觉得 不应该去收那个钱 有很多可以讲 而且有一位 在我们家里 开文记电视 最出名的一家 那个老板娘呢 有一天她到我这个地方来 她说 师父啊 我们很多朋友都到你这里 我想要来归 她说 要来学我到底要怎么学 我说对不起 你从来没有进佛门 不是要叫你来念地藏经 金钢筋啊 念水餐啊 念那个阳光宝餐 不是这个 你家里在开文记电 对不对 她说 师啊 有一样事情你不能做 她觉得很习惯 我在卖的东西都是学校的学生要的 我说你们了解不了解 我最少在报纸上我看到 现在有好多小孩子 拿强力胶来做上吸毒的东西 去买一条强力胶大概几块钱 而且我从来都没有出去买过东西 所以我不知道 那你看现在很多小学生都普遍 跟她爸爸妈妈要钱 不要很多啊 就吸强力胶 那你 我要求你来学果 最少你不要卖强力胶 她觉得很奇怪 她说 师父我们这一家不卖 别家也卖啊 我说问题 那个学生是拿去做学生作业 要连 连他的工具吗 还是这个拿来就是 好奇去吸 她先开始就跟我讲说 因为我们家不卖隔壁就有一个家 人家也会卖啊 我就跟她讲说 你愿意卖给人家 绝对会管你的孩子不要吃 如果旁边那家都卖的话 你的孩子能不吃吗 不管人家赚多少钱啊 你就是不应该赚这个钱 我跟她讲这个话 她后来没有跟我讲 有没有卖鱼 他说 你这里很减的 请你这里不可以 我说如果你拿这个钱来 我拿一块砖会有 加一次地震带 马上被牢坏 所以我这种钱我都不要 还有一位 因为我初出家的时候 我们的上人 祖宫上人 他是在台湾创丹军企国庆的老和尚 那当初我在那边的时候 就是我师父的会议帝 所以看到我 有些年纪比我大嘛 非亲师非亲师 那跟我很好 我到嘉义来以后呢 他们很久找不到我 他说你这派一亲 你去咖哩 你来咖哩 我都找你没 你让我找得很辛苦 然后 那个老和尚 有一天他心忡忡的跟我讲了一句话 为什么我会离开 这个放他魔教脸色 我一直在想我不愿意弄行政工作 我们老和尚 他的手下就没有其他人 我会要去当他的当家 财女 油盐酱厨厨厨厨厨厨都要我弄 那我很累 因为我在电台十年以后 才到那个道场去 好不容易 我就想 应该是我去出家以后 就比较专门有一点时间 可以更多时间来研究佛法 哪里会知道 披了加沙是更多 所以我把那个钱还完了以后 我说正好 新加坡有人要请我去 我就离开了 再回来那些事情 找到我 很欢喜 有一天到我的 还不是这个地方 到一个能人师去 他看到我很高兴 十万年没看到你 你看起来也是跟以前 就像我说是要死 对 我也两天把主持给你解释 都没变连 他们那些师姐对我做得很好 我跟他们大家好像 情同自己的姐妹一样 然后他有一天他心忡忡的跟我讲 哎呦 亲师 我跟你说 我现在要来 我比较严了 我说对啦 如果我生一个什么 长大一点 他说不是啦 我跟你说 他有一个秘密跟我讲 他没有儿子 他生了女儿 那女儿的孩子差不多大概十大了 他说 我三个儿子说 妈妈 你如果要去拜佛你就可以去 我们这里离开学校 大家都会听台湾话 对 我们这里 离开学校很近 如果学校包包扒着就跟我们这里近过 他说 我已经把家里的学校十几倍 就很大嘛 十多平也很大 所以一间那个 他要做电动玩具店 是 这样我还不用做什么啦 不然以前不需要开学生意 现在不需要啦 孙子就去打学校 我说 啊 你家里在学校很近喔 那时候我为了让那些小孩子不要 不要去打电动玩具 有些家长都无负责任 我采买一架那个 什么车子 九人坐的那种车 带十几个孩子都是到山上去 那些老师全部都是来做职工 让他们不要带书本到上面来 然后教他们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 有一个美国人 其实来的时候 有一个家印旅中的老师就跟他讲 去 你到那个道场去看一看 有很多孩子 讲话都净跳槍 我们没有地方耶 像我们那个走廊抬起来 那正好那个师姐一讲 我就想 这里的孩子很怕他星期一天没地方 去打电动玩具 有一段时间是电动玩具最好玩的 没有像现在有一个什么网咖 还是什么 以前哪有这个 我没有跟他讲不好 我没有跟他讲不好 各位 老婆神 我给你教育 因为你的孙子 没有跟他讲不好 可以做医生啦 做工程师啦 做科学家啦 做什么什么啦 现在不需要啦 我这么说 那你以前如果他一次回来就要 贴宝派的门起来楼上 在里面一直露一直露 三年后 他就做泡水了啦 那你不用啦 那你女儿说 你孙子如果是在里面的时候 他要收回自己做 把她收回那里扣起去 扣起去就做酒了 也比较少 他要自己扣起 我说你孙子如果要拿钱去好了 就等你回来都五块十块 对不起我伤害五六块 所以要几块我不知道 我说你去把你女儿子帮我供义 他就回去了 听说他早来很早 我真是我跟你说啦 我女儿子又不要做人了啦 有个人经常要贴 我说老婆子真的做没菜 你就不用钱你就可以贴了 各位诸如此类 如果你的道场收那些人的钱 收卖海产的钱 收他用那个黄色录影带的钱 小孩子不能看的你也看 本来你的孩子会很有用啦 可是因为看那些看到录迷 你啦 很少有人像我以前看张伟小说 看到想出家的啦 他变成还没有长大就学坏 你拿那种人的钱来见识 让他来陪伏 你有不报吗 所以我想学功那时候也有原因了啦 虽然不正当的职业有那么多 经常有些人跟我讲 我跟你讲我是某某某某 某某道场某某竹善机构的 十一 不了究竟什么 因为我们这里都没有那些名像 大佛花啦 大基数啦 各位 我宁可你们做那个处将凳子 我绝对不要因为你们要来 我要买比较好的礼子 所以我现在可以说是你自己来的 不是我叫你来的 我如果要帮你们拿钱 我想要说什么我就跟你说什么 打对折 我有经常到某一些道场去 师父 他大气的家来 很小一个红包怎么那么薄 那里面好洞 好啦好啦我跟你坐一坐 而且来了以后 我说你来了所有的人在大殿 以及在上午宫 你们想到旁边 我们这大佛花 你要去站就问我 他去拜 他说我等一下还有多多大团的应勤 你想想看 我想想看 我拿那个钱我又良心吗 所以我在电台以前我的佛教节目 到后来在中广 他说不能用佛教节目 那要承光普照好不好 他在五千庙要做酒 整个月我们家义的承光 他怎么说 他根本想派出法事 你电台会你都告别 现在那个庙说他们要做酒 你们知道做酒要干什么 虚刷肉刷呢 这是整个墙用竹子弄起来 虚子翻到一整个墙 虚刷肉刷 他说你只要帮他宣传一个星期 他要给你一个月的电台会 哦 算了好呢 一个星期啊 七天啊 然后三十一千的钱他要全部付 说我宁可没有钱 我把电台关掉 爱心的人就到我这里 如果不够钱的话 二十家关成六家 你想听你就来我这里 所以 我有时候好几天好几夜 没有睡觉 都法会全部完了 垮下来了 我到一个天主教的医院 嘉义有个圣马尔庭医院 我不知道那个修理是 是骨科的权威呢 聚聚了以后 我说我这里很痛 所以你去造一个experine 他出来他说 那时候还没有健保哦 一个老保 老保单去看 他说 这位法师您有没有骗我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这个年岁 他说六十几块 七十岁 他说 你的骨子怎么那么好 都像年轻人的骨子 我就跟那个修理开玩笑 我说修理我跟你讲 你 我以前在二十年的时候 读那个教会学校 他用这个 好像人家捞鱼的那个鱼网 那个鱼网 因为教会里面一排一排嘛 小孩子还要用 就是 他要 他要你捐钱 要你罗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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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及了 讲太久了 要换一下电池 那我这样讲 你们后面听得到吗 可以 可以 好 你们看师父有多少岁数 还是多少 十五 十五 十八 那 他说 你骗人 我说 如果我把岁数骗的比较少 可以骗人 我如果没有出事 我怎么可以去拿出生证明 我说 你们 还要向人家坚钱 我出家几十年 我都比较坚钱 我从来没有关过 所以我的油还是很好 所以各位想一想 我这样一路走来 这是我电台 我也没有 如果有听过的 没有人听我在电台说 你要电台会多少 或者是说 某某记事多少钱 功德无量 你出五块钱 那有几万个听众在听 我讲功德无量 功德无量 二十五分钟的节目 五分钟都被你功德无量弄走 你功德都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我算一算还是合不来 我说 你给我那笔钱 我在电台我们的天 还要在那里讲给你听 你不用刮风下雨 还要到讲堂去听 省车钱 省时间 那个就非常够了 这是开玩笑的 所以我这一辈子 我从来没有在我 从出家那一天 我们共三连社 我也是去建那个道场 我们这里 这里很近的一个能人寺 这个是山坡里 很难建 我也建 那我们这个地方 十五年才弄成这个样子 还有很多地方还没有弄 对不起 都是大家很欢喜心来捐的 每一分钱 我从来没有去要求人家过 所以我想雪宫那时候说不愿于化眼 有很多 我现在这样一讲 你们就会知道了 如果不讲这么多 会话 你们大话之后 为什么我们要捐款 你不要拿 这是 这是一点 还有 你老师刚才讲到 来这里以后 我没有 人家说没有那个 那个 那种话叫做阿瑟米亚 没有 没有一个空 没有 那些地带 为什么 对就是对 不对就是不对 我先不要去讲其他的东西 这两天 如果你们有在看电视的人 请记住 都没有人看电视 我未来要知道 好好把手放下 我未来要知道社会的慢动 我现在每天必须看电视 尤其是社会新闻 尤其是社会新闻 我们台湾最近很多 对不对 就是很多人 那 我们在座的周围 我不知道 就是说学佛 有些四五十年 有没有还在吃蛋 如果不吃蛋 都不够营养 而且还讲 孙子出家人来讲 说 那个蛋不要紧 那个是生蛋鸡生的蛋 大概是 那没生命 但是最近 你看看那个鸡 如果生出来小鸡的时候 一看高的把它弄到机器里面 把胖胖的做治疗 让其他的鸡吃 是这样子的 那 还有 那个我们不要去讲鸡蛋 但 那个鸡 不会中够这个 不会有禽流感 你一定要放很多抗生素 你要吃鸡 鸡蛋那一类 或者是鱼 大概是 需要蛋白质 最类的东西 那 很多人都讲 那个蛋 那里面没用的 我请问你 只有那个蛋 有卵子没有精子 能不能 能不能成型 后来我是听人家讲那个鸡 你不要认为 它是鸡 生两鸡 生 其实它要 那个 属于那种雄性的荷尔蒙 把它打下去以后 以前我知道 那个鸡都是在 在墙角旁边 咕咕咕咕咕咕咕 要很久以后 才可以吃那个鸡 现在不是 一个半夜 那个鸡如果没有卖出去 就是亏本 所以那个鸡要养得 里面有抗生素 如果临近了 那个鸡生病 它自己如果吃吃料 它自己来多加一点点抗生素 它最后加到很多 鸡都是吃肉 抗生素 还有要 要有那些后 生长低速 我觉得像 我在很小的时候 我妈妈 因为他们以前卖这个冰 不像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冰箱 一个制冰公司 制完了以后就弄出来 像我们现在都 一天三十几度 有一天好像到39度半 快要到40度 在台湾以前我没有经过这个 但是在沙漠地带好像加州 你要是去那个 那边半路上 你从车里面出来是四十几度 我几乎要去买一个人家游泳 或者人家坐在草地上那种躺子 把他披在身上 才可以出来 不然的话真的是 那个热度很高 所以最近有两个 一个说到他朋友的机场去 拿了几个蛋回来 放在他们那个铁皮屋的房子里面 窗子没有开 才两三天 没有母鸡胡桃 滑滑就造出来了 那昨天好像又有一个烟醇蛋 烟醇蛋 那个买了二十个 也是要说回家 好像是云林 那个好像秘密 然后他说要弄来水煮给助理家里面的 应该是小小的鸟 大鸟鸟鸟鸟鸟鸟鸟 二十只前鸟鸟出来 有两只死掉了 我是看他们弄到我的手机里面 我才看到这个 你看 能吃吗 可是很多人都讲 不然的话你整个的你不要吃 打的你就吃 我未尽有两个 气鸟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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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到我这里用很多卫生子 你们去买卫生做蓝鸟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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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事情发生 这两位老菩萨是 爱天使心 其实这个星期六 台南有一位居士到我这里 其实台南是外甥人 那为什么他跑我这里跑得很轻 他妈妈以前是在我们嘉义 因为他在高雄在某一个大山头 是不是 他进去也是化水的鸟鸟 后来到我这里来 他了解了很多事情 我想他的儿子绝对不会是愿意来学博的 可是他儿子很孝顺 妈妈往生来又 不管初一十五还是什么时候 他都来 他的媳妇 就是他的儿子的太太 自己家里的母亲也在 他的公公那时候九十几岁 他先生来他一定要 又要上班又要照顾公公 公公到一百多岁 往生来以后 他们家有好几个兄弟 就是这一顿很牵扯 然后他那个太太呢 来到我这里头有点奇怪 他突然间有某一些人跟他讲什么东西 他能够去感受到 那我不会要讲其他的 他有一天 如果你们没有像吴老师这样亲自去体验 或者是说杨老师、林老师亲自去体验 会讲这个好像是几个人 合起来要练材 哇 不是黄火洗锅清 我们的罗主义开 要喝这一碗不清 所以这个是很什么 他星期六的时候就 他站在那里 他说他要回家 他跟我讲了一句话 师父 我问你 你们极光寺有没有一个人叫做法监师 你不认识 从来没有见过 他就一直站在那个便室的前面 他就一直问我说 你们有没有一个法监师 我说有 他说我怎么不认识 他跟我讲 他说他的父母亲 最近还去世 我说对啊 他妈妈三天前才往生去 他爸爸还没有去世一个月 就是百度都还没有做法 他妈妈就往生来 他说他讲 他明天要来见他的家人 要大跟他那里讲 明天早上我坐在这 星期天嘛 第二天就是星期天 就是上一个星期天 我们这一次才过的 前几天而已 星期天 后来第一次像下来以后 我看到他那两个女儿来 我说 他称呼 来你过来 你昨天讲的 就是他们那两个人 他一看到他们 一个整个人 差不多要运过去 我们把他拉来 又去坐到旁边 他就说 我是法监师 他们那个姐妹 那个妹妹也是 也是一位博士 那个姐姐就不是了 那那两个姐妹呢 就是他妈妈一共有养了 九个人 爸爸是一个器公司 很有名 甚至国外的一些人 都来向他学 他 他到了七八十岁 他过来 他疲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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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很多外国人 来向他学东西 我都抱起了 但是 这个老人家 就是差不多二十多年前 因为他的一个女儿 来我这里生活 然后他有一个孙女 刚出生 他好像跟这个孙女很有缘 你看看 有时候男重 他不会把女儿子抓到 他那个是一个女孩子 他每天就是让他 骑在这个上面 然后说阿公带你去去 很奇怪 他那个孙女 一听到人家在放那个佛号 一直打他阿公的头 就要回头 如果没有 就哭到外面去 他说哭成这样 把你带回来 然后他就回来 他每天早上就说 小孩子 应该要用营养一点 用肉酥 放在那个西饭里面 他每次吃了以后就把它退掉 然后呢 就是连续发烧 差不多半个多月 后来都住在一夜里面奔回来 他的陪 你妈妈 就说 师父 你能不能到我们家里去 我有一个小子女 每天这样子 那我爸爸也就 快要崩溃了 不知道为什么 其他还有外面的 有孙子 可是他对那个孙子 很有眼 那我去的时候呢 哦 为什么满屋子里面 全部都是欣慰很重 原来他这个爸爸呢 他做气功之鱼 像敲骨 直骨之鱼 他变成他就是 有空 他就到鱼处去钓鱼 而且他钓到用特殊的钓鱼 钓什么你们知道吗 我以前以为欧溜 你们知道什么叫欧溜吗 一直好几公斤啊 我以为欧溜那种小小的 他说欧溜啦 他钓到怎么样呢 只要他钓都是钓很大的 钓到变成回来自己吃不了 好像叫他太太切啦 接啦以后就送给亲戚朋友 送到人家亲戚朋友也不要吃啊 他在那边那个钓鱼场说 这个老人家如果不来我这里钓鱼 我们家没什么鱼 为什么 每次他一钓都是很大的鱼啊 他来这里钓 人家一看他钓大鱼 很多人都愿意进来 那个老板就跟他讲说 这样好了你钓多少 然后你再卖回给我 我再放回去 就需要你再钓 所以他变成是 人家说 钓不到啦 就是变成一个媒体 然后他经常去钓 反正有空 直到现在有一点点时间 他能钓到 到那个钓鱼场 有一年我人在 在美国 我每一年啊 因为有一位教授 他们缺加知数 然后他们很愿意在美国 有个房间啊 当持佛堂 我就不用到别的地方去 他说我在这里很难 每天几乎都没有人休息 他说在法会之前 你要不要到我那里去休息休息 有一天晚上 美国跟我们这里是日夜颠倒的 晚上半夜有人打电话给我 就是那个培依德阿公 他说他已经快要死掉了 他说 因为那时候呢 因为看到他那个孙子这样子 然后我说 你们家怎么那么鲜啊 我还不知道后面这一段 后来才知道 他们说我爸爸 那个鱼不是去买的 都是我爸爸钓 我说 一个孩子在那里发烧 都不能回来 你们还要吃这个 从那天起那个阿公就不钓鱼 而且我跟他讲 要无蛋无奶 看不然能不能救回这个孙子 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救回来 可是他就开始吃素 而且不太四字 他抄了 抄到四五十度的地藏经 让我所法会的时候 再去挂 他一开始有了念头 从那时候我觉得 他改变了他们家的一些 孩子也改变 所以我讲的那一位法健师 他是很优秀 在一个外商公司做事 然后觉得很优秀 在让他到国外去留学 回来的时候 一眼来了 可是他说他想要出家 我知道这样子不太健康 可是他也愿意出家 他愿意出家 他说他愿意 他希望他真正好好的修训 真的很用心 然后有很多居士来 他都会很苦口不心的欠人家怎么学会 还是敌不过了 他的敌人来 他不要去做化疗 到最后 来这门到场把他照顾了 然后保生了 就是那个姐姐很用心 来带他 他过几年 很多次 那个老菩萨 他向他打电话到美国去 我就跟他讲说 老菩萨你是不是说 以前很会钓鱼 你要不要跟那个 那个鱼道歉 他说我有啊 我也有道歉啊 我也有往生做啊 我也有跟他回系列啊 其实那是 刚才林老师讲的 圣鬼变 他会钓鱼道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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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有感同声说说 我如果是 我这样红豆红豆 我钓起来红豆 多少钱 怎样煎 怎样煎 我实在太不应该 不是像我们 很盲撞去撞倒人 六个苹果 然后说 多少鱼道歉 我给你鱼啦 一鱼道歉 你请我是不是 我又跟他道歉啊 我又到佛福山面前道歉啊 你伤害我 你跟佛福山道歉干什么 你要真正对准那个人 你去道歉啊 我不知道 大家听到我讲这个话 有没有感受 大家都说我在佛前面了 水餐我也参加 水路我也参加 梁房我也参加 而且我都参加大牌 有些人说我没用 阿淑你带我牌 事实上我是觉得所有的法觉 如果在家居住不懂 出家人是领导你怎么拜 不是帮你拜啦 贴了三四个房子的 超度牌位 五个出家人 就要把那些人全部超度 Herren人 主宠都不要啦 习影响 一千万块我去積基金 常常有人拿一张支票来 给我说 你怎么那么久都没有去嘎 我说我不知道 还要害我亲黄那个红帮 被里面去找出那一帐 我是说常住不用钱 那个钱我是望着 哪里有人像我这种 你在经营前是这样子 后来我跟他讲你忏悔 他说 我一直怪我媳妇 说我们家家吃素 你一定是用那个 有酿酿的那个有金属的 当车 他说一定有一块放在那里 你把菜炒了以后 医生好几家都帮他照X ray 看不到有那个东西 那我跟他讲 你都用鱼勾都勾人家这里 你现在他说两三个医生的药 他都吃没有效了 所以才跟我求救 我跟他讲我还骂他 你敢吊人家现在不敢还 我做坏了 他说我当场好了八分 等我回来我不敢回到家 扛着那么多行李 我只奔他们家 然后去跟他讲 他说现在真的好十分 药都没有吃 就一次两次三次 有一次好像我们去云南的时候 我在游览车里面又介绍他 有一次 他的外孙女也在我们车上 那他外孙女也有那种能力一看 不行了他工作了什么事 叫他畅悔就好 好几次 一直到最近 疫情很严重的时候 就是这个地方 起因在这个地方 还有那肠胃里面都不好 他的学生真的是 他教到那些学生 以前的人 那个学生从大人过来 就跟我讲说 你怎么可以叫师傅了 我要说一句话 我们那个老师 在医院里面 谁都不见 可能只有师傅的他 他要听 然后他就要我 要我去见他 我说我要问他女儿 然后讲完 结果 现在都不能进去 有一个人进去 一定要有一个人出来 我也不知道他 所以我没有去 好 最近他 就是闻到他的太太 也是折腾非常的严重 我看三点中 那我长话短说 这个人 然后两个人都往生来以后 他的女儿 一出来说 我是法健师啊 我爸爸妈妈还是要收业吧 因为我想 你们如果我在听的话 一直出家 久足生天 若不生天 诸佛望远 对不对 可是他女儿以前 在美国都是吃牛排 回来以后他马上改变 他自己都已经有鼻炎来 他自己有没有那种心 忏悔到他自己本身 这一辈子的业障 还有以前的业障 那么忏悔 没有办法忏悔 所以他的爸爸妈妈 尤其是他妈妈 以前他们还没有钓鱼的时候 为了要养多几个孩子 每天要杀鸡 然后他就那个鸡 很生气 说 你们讲几句好不好 我们就要那个吗 他的两个 一个姐姐一个妹妹 跪在那里说 对不起啦 我妈妈以前杀我们 他说 你们讲几句 对不起 我们就要原谅你们吗 骂得很严重 然后我就一直劝他 我说你们也会变成鸡 不是我讲 你们过继生中 自己也照应 那互相彼此原谅 然后他的女儿再来帮你 再来帮你 超度啦 刚帮你们这些 他这辈子杀了吃了 然后他讲了很多东西 从台南人队人 讲的他妈妈的东西 都是他们小的时候 最后吃过的 我们比较少听到的 那种东西都有 后来这个人 他一直骂 骂了很久 我劝他下来以后 他讲一句话 我当时不止他们姐妹 吐槽大哭 连我们在这里的人 后卫生子拼命抓 衣包卫生子以下人抓完了 为什么 他说 不是有两个出家的 就是后来他那个孙子 他是往生以后 他说他要出家 就是跟他讲 你头上的佛话帮你踢掉 你是一个 那个 欺乌的沙米泥 还没有沙米泥 对不对 以前这个佛话里面讲 有欺乌沙米 他就讲 有两个出家的人 跪在地下 而且那个地是 那个地是什么 很多丁子出在那里 他从爸爸往生那一天 他就一直跪着 甚至在把他妈妈救了 你想想会不会哭啊 才真正把他的爸爸妈妈救出来 说他们也要建议要拜活 就是活生生的还有另外一个也是九十几岁的 那个人也是为了自己的婆婆 还有她呢 她是大嫂 下面六个小叔 还有小姑 都是这个大媳妇承担 然后她一辈子非常怨 因为她要死不去 就有人讲了说 如果不是现在的儿子媳妇还有外老去帮 去跟他跪下来跟他道歉 那个人是不能断气的 他只要告诉我说 我们那个老妈妈要断气了 在一个星期拖 已经连续拖三个星期了 第四个星期 我说要不要等你妈妈断气再讲 他说绝对他已经可以吞下去了 那个以前吞东西都吞不下去 三天三月都没有吃东西 回到家里 我们家里的人感气 帮他坐面了两个小时 会抱着肩膀扭一扭 恨心他就不走 后来真正所有的人都去 跪下来跟他道歉 他后来走了 第二次来这里的时候 就是同一天 同一天一个在早上往生 一个在下往生 都是因为杀业很重 各位我如果想要讲这个故事 再两个钟头你们都走不了 所以我在讲 学佛不能只是研究理论 我们不是有信解行政吗 信方面我们是很坚定的相信 解我们尽量去理解到 可以讲到天女善发 天花乱罪 可是我们没有去实行 比如说吃的这一方面 五心我也吃 蛋我也吃 奶我也吃 不要说那个蛋奶最累的东西 都有抗生素 都有那个什么 你就是杀业 广自造这个烧业 那两位老菩萨 有些是为长辈 有些是为长辈跟往辈 每天都拿刀子的 要死都死不了 尤其是我讲后面那一位 因为他后来 他们家很 他的学生发展到有一个 这个就是学校跟社会合作的那种 建教合作的一个公司 所以那个老老家公生的时候 棺木用抬的 抬到山头他们家里面的那些员工 祖孙也没有送到 还没有到 他有七个兄弟 然后他连里面的那个建教合作的那些员工 都还在他们家里还没有出发 那么大的事业 其实 业障在造 那个就是他的太太 每天差不多两天去 来做一个地图 让他打鸡翅 弄到他 那连他这个大媳妇的女儿 看到妈妈弄到手都快要烂了 去弄 后来子宫也出问题 那个阿嬷最后是怎么样死的 我从来很少听说 膀胱里面化农 要用十元水灌进去 把那个膀胱洗一洗 再把农水挤出来 再灌进去再洗 像不像再洗滴头 后来呢 你们台中那边有一位 就是做协议化验的 叫赖金生 他也往上来很久了 他有一天 他听我的节目以后说 只有你 全台湾城只有你讲的不能吃蛋 别的人都可以方便你 你为什么不能方便 我说 我不敢告诉你们方便 你们如果要为什么人方便 你自己要承担 不是说 我用我们大家吃我就不用担 他也是服出自然 然后我去请那个赖金生 来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时候 他站在录音室外面 他听到他就跟我讲 师父我这主教我都不太好 可能去看多少钱 古山科医生都不好 是不是我带我妈妈洗地道 我说你去活泉灿火 我说你去活泉灿火 对不起不到半个月 根本就没找到医生 到现在都好好的 可是那一些东西 真的有造业就有火爆 因为大家的时间很少 你要想像我讲小故事这样 其实这个都是佛法 你要讲的听那个理论 可是真正落实在我们生活上 发生的事情 我们不要改变 那贾亲贾万贾 你叫我卖家 那我也会这样跟别人讲一样 不好意思啦 你如果要叫你自己去胸膊 不要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有很多人都说 我说师父真劳 我的事情师父做主 你怎么叫我做主 你们的儿子怎么要给你吃 请大家慢慢回去想一想 实在有很多东西 应该我可以请我们那个 你如果这样走真没差 我们这个 有啦 很年轻的医生 这个 这个 5年前 他是肉食动物 做一次医生 他是做医生后 又去一步 又进学的时候 做报线的时候 他在冠冬到不辛苦 你们去做什么 才知道 还可以吃 尤其是最近回来以后 他认为 如果早一点知道佛法 大概医生是不是这样做 耽误大家一点时间 你们等一下要去玩就好 不要去头也没关系啦 好 师父上的各位在座的前辈 常驻法师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对不起 你们可以用那个招哦 要等下你们带不如带呢 放到不时 你们就很健康 来 耽误大家一些时间 事实上 如果说大家都不生病的话 医生就没有生意 我们就没有那个生存下去的理由 但是 其实这句话很讽刺 对 然后也 现在我自己在讲自己在听 我也觉得很惭愧 很心疼 因为我之前 我自己是 就是 开始吃素之后 我才知道 我以前所学的一些医学的理论 通常是错误的 因为医学系里面没有教我们营养学 他甚至没有告诉我们说 什么是 有没有 就是红肉 对对对 没有没有 因为我们学的是西方医学 是西方医学 所以一直以来 当然都会被灌输说 要以牛肉 就是以红肉为主 那 事实上 在回溯起来 回到一个希腊 希波克拉底的时代 他们都是用草药在治病 他们并不是以动物性的 那个饮食在治病 那我想在这边 说一些医学理论 其实很无趣 那我就谈一谈我自己的经验 因为我从小 我就是全婚的 对对对 我不喜欢吃青菜 那母亲或是家里在喂 就是有时候小时候在为我吃青菜 我就会拒绝 那一直到上初中 我其实是初中的时候 我就跟师父结缘 认识师父 那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 那 可是很可惜的 就是说我没有这个姻缘 没有把握这个姻缘 跟师父 再把这个姻缘保持下去 一直到我五年 五年前 我从日本拿完取位 回来之后呢 事实上在我在日本的最后一年 那一年日本非常的冷 那 因为在平常我们都是说 你爱吃牛肉 你才可以 无身体才会烧 或是吃羊肉 那我也照做了 但是呢 在某一天 最冷的那一天 我 我的冰箱里面 我有牛肉 有猪肉 也有羊肉 鸡肉 然后也有鸡蛋 然后剩下的就是豆腐青菜 当然就是 这个就属于我的配菜 但是婚食是我的主菜 那那一天很冷 我记得 那时候中午十二点的时候 那时候那一天好像是圣诞节 十二月二十号晚上 中午 那 雪 本来是下雨 然后过来慢慢就 在坐电车的时候 你就看到 怎么雪 那个雨看在变雪 大概大概过了十分钟左右 那个雪晶已经开始变成大雪 然后激得很深了 那我就觉得回到家之后 我想一定要煲这个形配吧 那一定是煮火锅啊 煲形配 所以呢 那个汤底弄好了之后 那个汤底是什么 鸡汤 那肉呢 全部倒进去 就把那一锅嗑完之后 那是我第一次 我那时候都没有学佛 我也不晓得什么是吃素 什么都没有 就是很 纯洁的 很单纯很纯洁 对 那 很简洁 对对对对 那 我吃完那一锅 现在半个小时之后 我发现我开始怎么会发冷 那我的平常 我的体质 我本来的 就是手脚 从小到大就是手脚都会输 比较冰冷的体质 那我本来以为说是不是我的 那个代谢出现问题啊 所以我从大学的时候 我就开始会跑步 然后跑步 然后借冰 借冷饮 那慢慢的好像身体才好一些些 可是到了冬天的时候 一样会手脚冰冷 但是那个冷呢 都是从里面含出来的 这个我也不晓得 那 在日本那时候 那一天晚上呢 我吃完了 那一锅的牛肉锅以后呢 因为人就开始会冰 会冰 那会冰了之后呢 我想啊 那一定是太冷嘛 那我就把我家里的 那个暖气啊 还有那个日本的那个 呃 像那个大雄 大雄他们家的那个 泡满满满一起开的 所以我还是没有用 然后开始慢慢我发现 我的手指都是变紫色的 那我就开始研判说 那我会不会是 已经是Synosis 就是说已经是子干啊 就是缺氧 那 那 嗯 事实上我很担心 因为我在日本 我两次的平死经验 一次就是这一次 我真的差点死掉 那我到 我开始 我会觉得说 好像 怎么会冷到 你盖很多棉被 怎么样 不行啊 那 那怎么办呢 那当然是人就慢慢 爬爬爬到浴室去 去开热水 然后自己 泡在热水里面 那也没有用 那我只是觉得说 我人开始会有缺氧 开始会昏厥 那我会担心说 我一个人 会不会就死在国外了 那是第一次 然后后来呢 人还是有一个 生存的意志力 我还是 一直撑撑到下午 撑到下午之后 我牛肉吃完了 我就改吃鸡肉 吃鸡肉之后呢 那又更惨 好像 在那个 雪里面倒了 砒霜一样 就开始流鼻水 那流鼻水之后呢 我又开始冒冷汗 那时候开始冒 所以那一段时间 就那一天而已 就让我经历了 我觉得好像 我就是那种生命的脆弱性 那到了 那一整个晚上 我是没有睡觉的 然后一直到隔天早上 其实已经可能出大太阳了 雪融化了 我还是觉得很冷 可是我还没有死哦 那我就剩下冰箱里面 那些只剩下青菜豆腐 还有金针菇 我就把它 因为人还是要身处嘛 也是要吃东西 我就把这些都煮完了 煮完之后很不可思议 我大概半个十五分钟 到半小时之后 我身体就回闻了 这是我第一次 我真的会感受到说 难道真的是我的原始出现状况了吗 因为医生大部分 当然就是我们的那个习惯 就是说我们要鉴别诊断 那鉴别诊断 我当然是会先从病症开始考虑 但是那一天完全颠覆了我的想法 我就开始知道说 是不是我的饮食开始造成我的生活 他们有一些问题 那一个那一天之后 我开始把我的饮食 就是海鲜 我很早就不吃了 因为我在那个医院里面 看到显微镜底下 日本不是很喜欢吃撒西米吗 那我们都有很多那个 从其他医院来请 我们医学中心看的一些切片 我们有发现说 长枝海边的居民 他们有一些很难的那些诊断 那我们看了之后 我们发现里面都有很多的虫卵 都有海鲜的虫卵 所以从看了之后 那个切片之后 我是不再吃海鲜 所以这一块我就排除掉了 那一个冬天我就以比较树的这个饮食 就安然的度过我的那个冬天 那到静人到春天之后呢 突然间我的铁又改变了 又有花粉症 以前我在日本 樱花开来说我是不会有花粉症的 那我就大概知道 可能有一些问题 那真正会开始觉得说 佛法不可思议这件事情 是我在日本 但我们家里也 每个人都很多自己的故事 但也不坏我自己的家庭 还有我自己 那就是在那一年呢 我准备说 因为我母亲身体不好了 我要去准备 要去照顾我的母亲 那那一次我去 我为了要排除我所有的身体的不舒服 所以我就把我自止拔掉 那自止拔掉之后呢 那个我的脸就肿到 大概就是肿跟猪头一样 那牙医师呢 日本牙医师 他开了两种的止痛消炎的 我们坊间说的止痛消炎 还有抗生素给我 那我吃了两种 再加上我家库自己开诊所 然后我又吃了第三种消炎止痛药 总共吃了三种 北消就是北消 还是一种种的 然后也不能讲话 然后口水会这样流出来 因为咬合不全嘛 所以那个口水就流出来 后来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就是大陆人 他跟我他是在大陆 他是法政大学的硕士 他自己在大陆是职业的律师 他跟我说 你要不要好 就是你不相信业力这个问题 我说我相信 然后我没有相信 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在想说 奇怪 我很多事情我也做了很多努力 我也没有 我这一生也没有做坏事 那为什么我好像有一个部分 我总是无法往前走 总是有障碍 要不然就是说 我也不懂什么事 只是觉得好像我的生命都没有 踏在地上 没有一种踏实感 然后一直在扑鼓 那后来他跟我说 你要不要试试念一下金刚经啊 我说好 我什么也没有想 我就跟他说好 我试试看 后来我就去浅草寺 大家知道日本东京那边浅草寺很有名 他旁边有一间在卖佛 那个佛教的就是文具 还有一些佛面珠的地方 我就去那边请了一本金刚经会 我大概念了两部 我的脸的肿就消了 那是我第一次我就觉得奇怪了 这是对我来说是很奇怪的事情 因为吴杜尔是一个学科学的 又是学医学来说 这些东西 这些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我认为说应该是 我在念金的时候 嘴部有运动 所以增进血流 所以他就消失了 比那个止痛药还要好 所以从此以后呢 金刚新就变成我的止痛药 我哪里痛的时候 我就会的开始念经念经 然后我朋友就跟我 就传了一个忏语记给我 我说我这个要紧 好 那我就 他只要说什么 我就做什么就对了 我也不想其他的事情 因为已经准备要离开日本了 那我当然就把我的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 我剩下唯一的事情就是念经 然后我第一次在念倡尾经 他说你要念哦 要念那个108遍 我说哦好 把尾经念念108 第7遍的时候开始流眼泪了 我想说 那这个还蛮有道理的 我是不是真的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我好像在日本我也没有过得很愉快 我就很难过很难过 然后我就告诉我朋友说 哎你这个还蛮有效的 你这个 哎真的比医疗的东西还强 然后他也不晓得嘛 他就他就说 反正你再继续念念看这样 那时间就这样子一直过过 过到后来我那一年的8月 我就回到台湾来 然后也是有 也是绕我一大圈之后 我就回来师父这边 然后开始慢慢地就了解说 哦原来 因为也是有一些事件嘛 然后一个晚上我就决定我要吃素了 因为我了解了说 原来我在 我们虽然是在治疗 在看似在拯救生命 事实上我在吃的 或者是说我们在医疗上面 我们会做人体实验 会做动物实验 还有我们在医学院校里面 我们在做一些药学 要杀害一些小动物 其实这个都是 看似在拯救生命 事实上我们是在杀害生命 以前都想说我们姑姑会救几位患者 事实上功过不相抵啊 我杀害的远比我去救的或是救治的还要多 原来正负加起来永远抵不过 这是完全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那个是给我来自这边 给我一个 好像我会慢慢觉得 我现在我的人生有走在一个比较踏实的道路上面 那透过每一次 因为我们这边最主要的定课就是地藏经 然后往生走 我每次也是不一有他就早做 那我在做定课 在送地藏经的时候 常常我会看到很多真理 我平常不了解的 但是比如说像地藏经里面第四品 最后一定会讲到说 说饮食无度者所饥渴厌病报 那这不是糖尿病最终的症状吗 对啊 那说甜烈自行者所惊狂丧命报 糖尿病是吃了很多 对对对 所以最后他就是饥渴厌病 那甜烈自行者所惊狂丧命报 这个不就对应到现在COVID-19的状况吗 大家就很慌张 因为杀害了很多 就是人畜 本来我们就是一些飞禽走兽 他们有自己的栖息地 那他们当然也有他们自己的寄生的 他们算是宿主 他们也有他们寄生的一些寄生虫或是病毒 但是当我们破坏整个环境之后 他们必须被迫迁移到一个跟我们人 有一个交叉的生活环境 那我们人可能有些 比如说好玩啊 或是说一个贪念去射杀猎谱 他们想说要来试试看 比如说像澳洲很 我们大家知道就会吃KANGARU 或是说就吃那个袋鼠啊 肉 那个我要餐 因为我有吃过 我想要尝试 我有吃过所以我必须要餐 然后当然像花辣的就是那个 那个树熊那种 那个树熊那种 没有我们也是那个 那慢慢你就会觉得说 还有狗狗啦 就饲养了这些 这些猫 我们当作宠物的 事实上他们自己本身都有些病原菌 那在他们身上为什么不发病 因为病毒他也要生存 所以他会去适应这个机体 但是我们人如果要跟他相处之后呢 他的那个病毒 又要再适应另外一个环境 病毒会变异 就像一般像我们流感病毒 我们现在不是病毒 都会H1NY H5L 都一直变 一直变形 一直提高嘛 因为流感病毒 他有五个变异点 但是为什么这一次 COVID-19 新冠肺炎 他这么难解下 因为他有56还是65个变异点 所以病人说 为什么在不同的人口族群 还有地区上面 他会有这么多难以控制的地区 因为他变异点很多 那这几个变异点 他落在不同的人群 不同的地域 他才 他表现出来的严重表现 就不一样 那上个月上个礼拜 我去参加那个亚洲生计展 然后去听了一场那个研究成果发表会 事实上 我觉得很难过的就是说 所有的人都很努力的想要缓和这个疫情 所以不断的研发这些新药 但这些新药一旦进入 就是头先逃到美国去 那美国之后呢 他要进入一个人体实验 人体实验三个月里面 以内一定要完成 所以三个月只要是医院解封了 马上进入人体实验 就要烧掉六亿的台币 两千环的每美元 但是结果怎么样 这个在人体结果 实验结果怎么还不晓得 可能会很好 可能会不好 就会那中间的有效性 还有他对 就是对人的安全性跟有效性怎么样 这个就是要做实验才能够评估出来 到最后你看人一样 变成了一个实验动物在被实验 所以这个 慢慢慢慢在我在师傅这边学习的 因为常常会有人都三日试出来提醒我说 你们以前做了很多的错的 就是说你们也在拯救生命 就用动物实验 比如说小白鼠 然后青蛙 鱼的软 或者是说还有其他图文鼠做实验 事实上你们不晓得 你一样也是在杀神 所以我现在就连我们吃的海鲜 这个也都我常常也常会改 之前刚去回来学佛三年的时候 每次只要法会 夏天我一定是流鼻水 那慢慢一直参业一直参业之后 最近身体状况真的比较好 后来我开始觉得说 这个佛法 真的是打破了我很多的框架 原来我所认为的医学 它是一个表面上的 那如果我能够再深入的去理解说 其实佛法跟医学 它至于是有共同性 甚至跟很多普遍的社会学 它至于是有很多的共同性 那我觉得现在在学习 也不敢说有心得 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 夏敏老师 还有杨校长 这么多很资深的前辈在教导 然后还有最重要是师父 师父只在不断的跟我们说 你你自己做 你都要自己去做 要自己面对 你有什么问题 一定要自己面对它 那不面对 当然我也会有想要逃避的时候 有都会有 可是想一想 我如果逃避了 最终我又要回来 那我何必要浪费那个时间 那我还不如就直接就面对好了 那大概这就是我 我目前能够一个医疗身份 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有一些支气管不良的 这个有支气管不好的 其实可能 过去在还没吃素学活之前 可能有吃一些猪肉 这个要散 为什么 因为猪肉它很容易引起 支气管的那个年龄 不一样会比较多 那多的话你年纪大了 它排不出来 它就会塞在那个 我们的细支气管里面 甚至肺泡里面 那肺泡它就会萎缩 萎缩了之后 它没有办法去清除 我们的那个那个台 或者是脏的东西 所以这个 我们要好好思考说 诶 可能 我们之前还没吃素之前 我们所实弹伤害的到底有哪些 那就每一次一个回想 我们就好好的跟人家忏悔 越细节是越好的 我觉得很好 那如果说 当然一定要改次数 那假如说 我们已经排不出来的 你用什么方法都没有办法看 我突然间想到一个办法 可是会 拜佛下去上来 这在医学上就不能讲得过去 我要套法罗 因为这个拜佛 我也没有很认真 因为现在夏天很热 虽然这也不行 就是说 但是我真的觉得 拜佛是一项很好的运动 因为你在拜佛的时候 第一个你 要 鼻心 鼻涂 我一般嘴巴我是会闭起来的 鼻息鼻涂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 用一个肺 那个腹式的呼吸 因为腹式呼吸 就是肩膀 你速过的时候 肩膀要捧出来 吐气的时候 你肩膀要捧下去 为什么 因为 因为当你用腹式呼吸的时候 你的肩膀捧开的时候 你的肺部是往下压 它是得到一个最大的 我们说expansion 就是最大的扩张力 那你 肚子哪里不歇息 你就是整个把你全部的气 往外拖 这个是最好的 那拜佛的时候 以前我都拜得不快 好像躺行这样 觉得自己好厉害 好厉害 好厉害 很厉害 一直谈 后来有一次 我就发现说 我怎么越拜 为什么傲慢心越重 好像觉得我很强啊 什么都很好了 然后很优 对对对对 那 嗯 我有发现说 我在那一段时间 我跟很多人的相处 并不是这么的 并不是这么的远柔 甚至是刺很多 当然现在也是刺很多 所以以前如果是 那个 应该是河豚吧 脏起来的河豚 对啊 如果是 以前是脏起来河豚 现在可能偶尔就是 属于 刚生出来的这样啊 但是还有很多需要 再改进的 对啊 那我发现说 我们拜下去的时候 头顶下去了 然后腰放软了 所以我觉得起来的时候 人的那个心情 还有些执着 他也会放松很多 这个是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感受 那腰越软的时候呢 我也有发现在 平常在跟家人相处啊 或是甚至在 嗯 对 在跟人家在听 聆听 别人在诉说 那样事情的时候 我的心就会更安静 那因为 腰很很硬的时候 本身主观意识 就会比较强 那当每一个人在 我觉得在医疗环境是这样 因为我们是很被动的 就是在那边等待患者来嘛 那患者来的时候呢 我们要第一个一定要先听他的complain 他真的是complain 抱怨 因为我们说的主术就是complain嘛 就是要听他到底发生什么事 那通常很多的老菩萨就是年纪很大 他会把他过去的那个 丰功尾一也加上什么跟他这次有远结的 把50年前的事情跟你讲 那这时候你就必须 先耐心的听 然后很有技巧 你现在会比较有技巧的 就是跟他说 啊 你以前的 像我以前的你以前 以前 以前会就是 好了 好了 你好 你说这样好了 对 我愿意 愿意 这样就好了 好好再见 好 那他送他出去 那有一些他出去之后 他会 他会 他会扯啦 就是他一定会骂 然后后来他有些时候呢 就是变成说 其实医疗他不是一个服务业 但是他变成变相的要让医生 也要对患者态度好 说实在这个态度好 应该是一个起于一个同理心 而不是说 我们把医疗的人 变成是一个服务业 因为本身医疗就是一个 繁重很复杂的一个行业 那 我们也不求 我现在也是不求说 各位 就是说所有的患者可以理解我们 因为本身 他们在病痛的时候 谁去理解他们 是比较重要的 但是因为现在很多人 都在生病 甚至我们最近这一年 中央健保局 光是一个慢性肾脏 急救洗身的患者 年均 人 人均的那个 那个费用就一千多 一百多万 那等于 对一百是几万 然后一个人 一年 他的药 还有他用在他洗身的费用 那所以我们想想看 他这个等于是一个人的年收入 就是高阶主管的年收入 如果一个人还在生病 甚至现在疾病都是年轻化 比如说肝脏疾病 为什么 因为现在都吃手摇茶 还有炸鸡 这些快速的食物 结果慢慢的人 他的 你有没有发现说 现在肥胖的人很多 肥胖也越多的话 而且越有年轻化的可能 那 台湾的洗胜 是台湾全世界的第几名 第一名啊 就是洗胜王国 那么小的地方 我们是洗胜王国 所以非常多的外 你要叫他年轻化吃多一点 炸的东西吃多一点 就好 而且那个水产类要吃少一点 对 因为那个 对啊 要吃多一点 应该这样子就好 才会有生育 不用 你百多啊 不要 不要 吃多一点 谢谢 没有 有机数 你百多 吃多一点点 才比较好 嗯 然后炸的东西 吃多一点 就好 吃多一点 其实 我们 有的人会烤起来 会变年轻性水准 会变得变得变得变 这样子不要洗身 你接受要用 直接洗手 大家这样子直接在 所以这个现在对我来说 我算是 现在在 就在家乡 在乡下 爸爸的诊所 一起帮忙 那因为最终我接触到一些 我们现在有在做一些预防 私自私能的 的评估嘛 那我开始慢慢在了解之后 我发现说 你看 中央健保局所说的 慢性肾脏疾病 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 癌症 不要说癌症 好 光这三样 他本身呢 就会引起 就是慢性私自私能的基 基础疾病 那为什么现在要预防 私自私能 因为我们前面有肠照1.0 2.0 那如果我们没有预防的话 那会让肠照1.0 2.0的 那个负担很重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预防 那预防 预防这些疾病 我们也要往前走 怎么往前走 就是要吃純素 让自己身体很健康 尤其是不只是在老年 我们在中年甚至青年甚至是幼儿的时候 我们就要为了死亡无常做准备 因为每一天准备 我想我相信 在座的各位先进前辈也都是这样 学佛也不就是为了希望能够求的一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很健康的法身会命 事实上我们每天要应付那个身体的不舒服 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很专注的 在我们每天的定课上面 那如何去了解经文里面所要传达到你的讯息呢 如果我们接受到都是噪音 而不是讯息 那我们是不是每天都会觉得很累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有一个很健康的身体 我们才能够去厘清什么是噪音 什么是讯息 那我们希望接受到的一定都是很健康的讯息嘛 然后我们也是希望接受到智慧的讯息 所以所有我们因为我们吃素 然后让我们身体健康的 那我们有一个很清晰的头脑 很清晰的思维 去分辨是非 然后去明白我们所经文里面 我们所要转告我们的佛菩萨的智慧 那我们也许离那个去西方净土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门槛就越来越近 就是一点一点往前进 对 我想要一点点 他讲的这个好像听起来很好的理论 但是我想要一些事件 他还在国外的时候 他爸爸有时候还会来 有时候我告诉你们说 他爸爸是台大出身的 本来是他们要去外国的 结果很友好自己的阿嬷 所以变成从台北 在台北那个医学院 回到台大医院 回到他们的乡下 要照顾老人家 这个一辈医师呢 他其实本来已经在医院里面服务 然后再去供博士 然后回来 因为他妈妈生理生病 他去照顾他的妈妈好几年 现在才回来 我现在要讲的是 他们家的人的生活 我绝对不知道 所以他的爸爸就是说 他自己是医师以外 他的两个弟也是医师 医师释迦 一家四个人医生 但是呢 后来有些事情 我想要请他证明 可是他爸爸 在他不在家里 他来的时候 有一天就这样说 慈离师 你们家的人 跟人吃海鲜吃很多 一个医生 我如果有空 我到外面去吃 不是很好吗 台湾也有什么海霸王那些 他说不是哦 你们全家都是到世界两个地方 要坐飞机去吃的 什么吃完也先讲一讲 然后我要想要去 这是为什么要吃到外面去 来啦 嗯 我有怕他饱好不好 对不起 因为我 我爸爸妈妈 我妈妈他是不能够吃海鲜的 所以他有一次到美国去之后 去玩 那回来之后体质就完全改变了 他只要碰到一只虾子 那个喉头就会水肿 就整个过敏 出循麻疹 虽然就不能吃 但是他会买给我们吃 像那个鸡肉 那个大螃蟹 蛤蟆什么他都会 尤其是我爸爸他很喜欢吃那个螃蟹 尤其是有蟹膏的 他最喜欢的 那每一年生日 我的阿嬷我妈妈 都会买给他 都会买给我爸爸 这样爸爸好辛苦哦 然后就不要给爸爸吃海鲜 这样 那当然我们小朋友 为什么说到两个国家去吃了 因为他真的很厉害 因为这个很私人的事情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结果没想到在师父这边就 有姻缘出来说 就吓一跳这样 他就说你们自己就是 为了要吃海鲜 台湾吃不够 然后还要到那个 澳洲跟那个 北海道去吃 然后我爸爸那天就吓 就吓死了 然后每年 嗯 每年 因为那个季节不一样 对 对 对 所以就 那其实同一个晚上 那是同一个晚上 因为我爸爸他是一个 也是很重科学学理的人 那我其实我听完之后 我开车回去 带爸爸回去之后 我就跟爸爸说 爸我决定 隔天早上跟他说 爸我想一想想一想去 我觉得 我想要吃素了 好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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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我不是基督教徒 可是你要经过孟日审判 很好笑 五年前 他带他爸爸去检查 然后他妈妈的体质等一下 他让你们 讲给你们听 然后五年后 就是上个月嘛 对不对 上个礼拜而已 你看 就是上个月就对了啦 不要弄得那么坚持 日期不要弄得那么辛苦 事情坚持就好 然后他妈 以前吃较好 没较好 现在吃较坏 真的有较好 我请他讲 为什么呢 我等一下还要淘宝 如果你们不急着去 其实我跟你们讲 我看你们的设计 里面小南海 现在又没有联花 不知道你们去干什么 太太 看那个枯萎的联花 那就真的联灰 联下去的灰 对 如果在这里 我淘宝 大概你们 你看 口袋 我不知道你们口袋 大还是小 有时候 那个一倍一时的东西 你拿一些回来 慢慢喝出来 補 就会好 对不起 因为我没有什么博法 很精致的博法 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有很多 很惨痛的经验 很多写为定下的东西 我们看不到 对 因为其实我说 爸爸喜欢吃海鲜 他常常吃到已经 那个胆固醇也高 然后我那个 尿酸 有 他不是 他没有长痛风食 他是说 每次就是关节 就会很紧 那 我妈妈她是吃 她喜欢吃鱼 吃孙开鱼 只要出去 他就吃孙开鱼 然后吃什么这样的 马 就吃什么很多都 都吃就对了 吃蓝鱼 就吃肉汁的鱼 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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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对 那吃吃到 就是我妈妈的状况 相对来说 比较轻啊 那我妈妈她就是 其实她是 我们家应该是 妈妈这一边有遗传 就是 有糖尿病 而且是中年 40岁以后发病 那 所以我现在自己都很注意 那 欸 她中年的时候 其实就有糖尿病了 那不知道是因为她 因为怀孕 就是我们是 她是怀孕四次生三胎嘛 那因为弟弟流产了 但是现在也是住在西方寺里面 对 那 那 对 那 就是我们有帮她写超度排位 对 这个也是要 要 确定她的存在 老师现在她在那边讲话 她在那边讲话 她在那边讲 有奇怪吗 我妈妈她是 吃到 中年的时候她 她开始出现 那个糖尿病 那时候她其实 她163公分 70公斤 她已经很胖了 但她还是继续到外面去吃好 很好吃的东西 对 那吃到一个程度呢 欸 她开始大概到60多岁的时候 因为她本来身体体质就不错 所以 她到60多岁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她 血糖都控制得很差 一般我们的糖化血红素 就要小于6 但是她一直都是7 8 9 那所以说她过去 一直以来过去三个月 变得血糖都控制得非常非常的差 想像说我们把那个细胞泡在糖水里面 还有渗透压 所以她的状况一定不会很好 但也许是 为了要留下妈妈这一条会命 所以就 那她60多岁 她才开始 我们就 有时候跟她出门 她走在前面 她无意间就 就跌倒 那常常我们在家也是 无意间她就跌倒 或是不省人事这样 然后每次一测 哦就是血糖高 所以可能有点 酮症酸重骨的状况 轻微酮症酸重骨 所以她才会 没有办法 突然间恢复医事 那一直到 我从认怀之后 我就 因为她有病危 然后那时候我就 整个就卸下来 我就回来 台湾照顾她 那照顾她之后呢 那时候已经跟师父结缘了 那一个晚上 决定吃素之后 我其实心里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怀疑 因为就我所接触到 我觉得人家吃素 都会吃到那个辣黄鸡手 所以我有会很担心说 我自己会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但是既然自己已经决定了 那我怎么要试试看 我不尝试 我怎么知道师父说的是对的 或是说 我的决定到底是不是对的 那从那一天开始 我自己吃吃吃了一个礼拜 我觉得 还不错 然后甚至把我 从小到大的便秘 我都还要再去 我到每一个国家 我一定要去找 那个软便剂 没有软便剂 我会觉得 我的人生过得没有安全感 但这种吃素开始 我会自己排便 这个是我第一个觉得 很很 我终于有一天不需要软便剂了 我软便剂像一般 我们说行动晒的一种咖啡色的 植物忍的话 两颗就会烙晒 我要吃到四颗 但是还是没有反应 所以我那时候是 对啊 我是担心说 是不是我的肠胃 有什么动力有问题 还是说 有天生的先天性的疾病 或者是说 已经吃过去那个程度 我要吃软便剂里面 会不会有息肉 或是长癌的 那那一次 我还没吃之前 我去跟爸爸去做一次 无头的那一式镜 那照出来的照片就是 我因为长期吃软便剂 所以我的大肠的臂 肠臂 都是已经色素成熟 变成黑色的 所以这个是我第一次我看到 我就觉得 我真的没有很好的 照顾我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是医疗人员 可是我却不懂得 照顾我自己的身体 这是很矛盾 那因为我的母亲 他病危 那又昏迷 所以呢 那一段时间 当然他后来慢慢恢复意识 但是他的 预言能力就丧失 因为他中风 中风会有三次 我接手之后 我从第一天接手 他开始我就开始煮素的给他 那我当然 我本来也就 煮菜也还算OK 不至于难吃 对啊 那就开始研究是菜骨 研究食骨 然后开始煮素的 全素 我们不碰蛋也不碰哪 因为我知道说 其实鸡蛋里面 他就像曾经刚刚师父说的 事实上我们想象一下 那 在做很多 呃 就是 女性的前辈 如果说 您的 子宫里面 一直都处在 怀孕的状况 一直都在生产 在生产 会不会对 你的身体 造成很大的 负担 然后不断生产之后呢 你的卵巢 甚至只会 会比较提高萎缩 那 牛奶 牛奶 事实上是给谁喝的 是给小牛喝的吗 那为什么小牛 为什么牛他会一直 一直在分泌 一直在产 产牛奶 一定是会有外来的力量 去帮助他 才会一直产牛奶 所以事实上 我们到底吃进去的东西 他的前面 他到底增加了什么 我们不能够只看他生产出来的东西 我们要知道他到底 我们进去里 我们吃的 其实他还含有很多的抗生素 跟脊素 那我们吃进去 当然 像现在很多女孩子 他三四年级就来 来月经了 这都是过早成熟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因为他会提早摔到 甚至他的荷尔蒙 Exposure 就是铺路的时间很长 可能容易得乳癌 那我们再回到我母亲这一块 我从照顾我母亲开始 每一天就是全素的 到了大概吃到一个月的时候 我每个月我都自己抽血 我自己抽 我自己抽血 因为我想要自己 亲身看到那个检验报告 不讲他人之手 因为我妈要躺在床上 他不能 我就跟外面的医院 那翻身也是我帮他翻身的 所以他没有办法到医院去 就是所有东西试完 都是我从医院拿回来帮他抽 然后请他人帮我检查 就检查之后第一个月 不太有什么动静 红的还是红的 那当然我不可能说 因为只是这一个月 我就要看到成果 很多事情必须要一直努力一直努力 他才会做同一件事情一直努力 才会看到成果 第二个月 你就看到大概减了一百 那减了一百之后 以我的观念就是 那个机器已经是错误 应该是跟其他的不一样 我的想法是这样 那当然我还要再试第三个月 第三个月开始我再抽 就一直都是保持全数的 抽到第三个月之后呢 开始就降下来了 我好像感觉看到另外一种希望 那我就再继续 就很坚实 另外菜色啊 就不碰那些 甚至连所有的 我都自己去传统市场买菜 去跟菜农买菜 因为我知道他们的菜 看的就是亮亮绿绿的 就会很好 因为自己种的 跟有爪龙的儿子 那个是不一样的 那到抽到半年之后 他的指数已经从几千 他本来要塞而几 本来要洗身了 整个就降到大半年了 那降了一半之后 我就更有信心了 我就拼命了 我就拼命了 我就更努力了 因为我知道 他慢慢在好 那他好起来的不同当中 他可能连那个大脑的 那个状况也好了 因为他会骂我 他开始 他开始跟我 有很多的互动了 然后我就觉得 以前他念我的时候 我很不开心 可是现在他念我 突然觉得很开心 因为他终于会讲话了 而且他开始慢慢慢慢 大概一年过后 他的指数 已经回到一个正常的状况 原本药盒里面 光是 全部是32颗药 全部 那 肾脏 光是肾脏的 要吸 那个肾脏毒性 从铜体 还有鸡肝的药 就是要吃18颗 全一天就是要18颗 后来 我看到他肾脏指数好之后 我就把他18颗去掉了 就没有了 那我也会很担心说 是不吃药真的会好吗 我也会担心 因为我的认知是说 一定要吃药 他才会好 结果没有想到 到了一年半之后 我就停了 大概三个月 我就越 我越来越有自信 因为没有这些药 他一样 肾脏功能越来越好 然后重要就是水要补充多 然后他的肾脏的排泄功能 才会更好 药才会多 才会清澈 到了一年半之后 就开始又在剪其他的药 而且他的糖药病 也因为 开始吃素之后 一样还是在服用糖药病的药 但是吃荤的 吃荤的期间 他的糖药病控制的很 他的糖分控制的很差 都是在7、8、9 然后常常要打引导素 我有帮他打 都是8、10个单位这样在标 那有时候你打多了 他又会低血糖症 然后又要补糖 所以那对他的状况 不是太理想 那这种吃素之后 他的糖化血色素 一直都维持在四、五、四、五左右 那我会就更有信心了 因为我知道 吃什么东西 会让他身体好 我就从妈妈身上 还我自己身上 做一些 饮食上的实验 那 大概到了两年之后 第二年我就不再抽血了 因为我知道 我已经掌握到他的 他的身体状况 跟他吃什么 他的饮食了 所以呢 我们就在第二年二、两年半的时候 就带他去做 在其他地方做一个机密检查 那那个培医的人员 全部检查完 他跟我说 奇怪我看陈妈妈 全身苦 就是他好像弱弱的 但是他的功能都很好 然后说对那种吃素啊 他说 我这样好像也可以考虑一下 给我爸爸吃看看 这是第一次 然后后来 现在再上个礼拜 现在已经吃素第五年了 那前两个礼拜 我带他们到那个中部 去做一个更精密的全身检查 出来之后呢 也是糖分 稍微偏高一点点 因为最近天气热嘛 有很多 那个 就是水果都很好吃很甜 所以他就是多吃了一点点 所以糖分就高 但是其他都很好 连各位担心的 吃素会B群 B12缺乏的问题都没有 因为他正常只是 197到727 他是2000 爸爸也是一样 800多 所以这个就破除了 平常我们在媒体上面 或是一些什么健康杂志说 吃素的人口 会B群不足 事实上 没有这回事 因为我这一次都已经应征了 那这一次也因为B群很高 所以我又帮妈妈 剪掉了两颗药 所以一个礼拜就剪掉14颗药 这个就是我这一段时间 这个这几年来吃素的过程 那爸爸也因为开始吃素之后呢 他很多身体上原本就有的功能 就是维持在那个 维持在 5年来就维持在那个Balder Line这样 那尿酸在吃素的第一个星期 也因为吃多吃一点青菜 让他代谢掉 所以他的那个尿酸在吃素第一个星期 也就减降下来了 这个大概就是我这5年的心得 那请也跟各位分享 谢谢 我主要说 他昨天三天就要继续 我现在就继续站起来 但是有一件事 其实你们如果拼一次 我就可以多断一次 你背意识 你不要太回去 你准备你站起来 你也准备你 他有显微镜 我们没有减微镜 他是肝胆肠胃 我说 你这种手 你叫你看 欸 这小鸡 那怎么会拼到 那会拼到 那会拼到 拼到 拼到 我们 他都会被拼出来 像你那些 像你那些 像你那些鸡 或是 那些鸡 那些鸡 拿出来看 那看是看的 我还不知道 他现在 有很多研究 吃一种 海鲜 的人 躲在海边 那是有自己 他自己跟我说的 所以我说 我如果搅拼 不然我常常 要回家人家 都会把我买 我如果不是医生 你都黑白人家 他在学位 真的看到了 他说 他自己想起 他说 那些鸡 比较大 洗一洗去那 喝下去 很好 洗一洗 最好 我现在 你喝 我都吃素食 又吃得到 没有油 没有燃 他可以告诉你 吃海鲜类 很多的人 是什么病 因为他 在泰国那边 巴大亚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 美国 澳洲 还有他们 会到澳洲 会到哪里去 他说 那个 住在海边的人 什么病最多 我们看不到 好 他可以看得到 因为他比我们 有鲜味精 我们看也不知道 那是什么 就是我们 像这些专业 他们不知道 要去探索 可以跟我们讲 他们这些医生 都不跟你说 你如果跟你说 你要加拜 也会把你脱脱转去吃 就像他刚才讲的 大家如果 都吃到健康 他们医生 要去 没有人要去看病 但是他现在 要像菩萨一样 最后 大家都不要看病 去做一个秩序 大家就会很健康 所以 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问大家 医生 要跟你说我 后面很多人 就会拿到你吃这个 回到你最后 我吃那些 你老爸才会说我 这个医生不想要 所以我跟他掏一些出来 其实像那个 我们 先从 我在日本看到的 因为我们知道 那个日本 他们很喜欢去吃 就是把鱼鱼 什么吊起来 之后马上就卸脱 事实上 在那个 他们 捞上来的 那一刻 因为鱼比天 它有很多的重金属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 废水排放 什么都排到大海里面去 然后呢不仅如此 其实在 他们有一些鱼 它会吃小鱼 小鱼的话 它会去吃海藻 那有很多的虫软 我们说寄生虫软 它会附在那个海藻上面 那我后来怎么会知道的 就是说 在日本的时候 我们 其实应该是说 在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也 大三 大四 有一堂课就是寄生虫学 他寄生虫学 我们老师怎么教我们的 他就用肉 然后里面先把那个 他就跟我们 他其实已经培养好了 那个已经有虫软了 然后他就我们解剖看看 这是什么 哪一种虫 因为我们要辨别 这是哪一种虫 他就解剖给你们看 我那时候还不晓得 因为盖在玻璃 那个透明的玻璃罐里面 那个他拿开了 其实我们这看 他看到说怎么会有 那个一只一只 那个长长的 那个黑 都是白色的 然后这样子一只一只 一只一只死得出来 然后他就告诉我们 你看要怕别的哪一种 他就很自由的在肝脏 或是说在一些我们 那个肾脏还有肠道里面 这样子跑 然后这是第一次我看到 第二次就是 我在日本念书的时候 我们 我是学那个 外科分子病理学 那我们要 他有很多的染色 他就说来 近先生你看一下 这近一下 这个圆圆的是什么 我看一看 然后他就 先生就把那个 旁边的那个 data 就是病人的 从哪边 然后他说 这是哪个渔民 在哪边捕鱼 然后他因为脑部怎么样 他有癫痫 有EPS 这些 就是那个叫什么 属于我们以前 那个 对对对 对对 对 他说 他是那个来 然后从他的那道 里面取出这个东西 感色看看 都是虫 虫 然后还有一个胆道 胆道的 因为在 一般如果是住在沿海 哪一个地区的 胆道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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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胆道癌的人很多 像我们那个 翁金 我们彰化西名 那一条线的 因为他们是养蚵辣 还有一些就是种 就是种子蚵辣 蛤蟆那些的 所以 那一代 我以前在那边工作 发现胆道癌的患者很多 那每一次我们要帮他做穿刺 穿刺下去之后 这边插一根管子 然后把胆子引流出来 去做培养 那个胆子出来不是像我们这样子 有些是呈现咖啡 就是有些是浅咖啡色的 然后像水 有的时候 比较像 他清澈 但是有胆道癌的患者 他那个抽出来之后 都有腥味 而且很浓稠 里面都会有石头 因为他里面的都有一些 已经吃东西吃到结石了 都有石头 那边的那个 胆道炎的患者很多 最后都会发展成胆道癌 那后来流行病血下去 做追踪 都知道说 因为他们小时候吃的东西 所以呢 他们会很容易 有寄生虫的感染 那 在长大的过程当中 免疫力变得比较好 所以他们没有发病 这个这段时间叫做 Lucid interval 就是有一个 那个间接期 但是等到他们在中年之后 抵抗疫或是免疫 消降了 那这些 不抵原本的那个 蟲蟲蟲蟲蟲危机 还有一些 那个身体的免疫反应 因此 他们炎症 其实有时候炎症 他就是有过度反应 他会变成是 重新再爆发出来 所以那边的话 你这样的 党道癌的患者很多 那慢慢的呢 我在日本去 他们有召开过一次 全亚 东南亚的一个 胆道癌学会 那边再次来的那个 公卫流行病学 还有胆道手术 就是外科的专家很多 那我那次 真的是大开眼界 原来他们在 泰国一个叫 库库库的地方 他们就沿着 那湄公河的流域 下去做一个普查 发现说 从湄公河开始 泰国这周围 两岸 他们的胆道癌的发生率 比其他的还要再高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 在那边补淡水 淡水补起来之后 他们就生的 把那个鱼肉弄下来 然后加鱼露 然后倒一倒 倒一倒 然后吃下去 所以 从活龙 这几块中间 变成口容 夹出一个活的 那个寂寸层 是最近的 它是那个铁线虫 铁线虫 钻到那个尿道里面去 引起尿道发炎 有 从口容夹出来 两岸都会长 那么长 那么长 有 还有那个二十二三十公分的 有时候都泡在那胡马里 我们都会看 所以就卷一圈 那其实是我 都是看到那些之后 我从那一段时间 我就不吃海鲜了 没有 对 谢谢 就是 刚刚那个 以前有讲到 那个屏幕吃素 然后改善 那 其实周边也会有一些人 他们可能 吃素 可是后来就是 吃到很很挺虚 然后后来就可能 医生经议 或是说 亲朋好家 就是很吃了一些蛋 或是奶 然后后来真的 整个体力就恢复了 所以就会 他们就会觉得说 就是 吃蛋奶 他还是有他的 效用在 嗯 可能是可以吃 水柱冰箱很虚弱 对 那 到底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是想去说 他也是 就是目前 豆上也是一个假象 然后等到他整理之后 可能 又爆发什么 什么病情 好 谢谢 因为真的是 这一题 我真的有点到重点 对啊 因为很多人都会认为说 好像 我吃素 吃根实际好像 如来如去 如来如去 事实上 有没有吃对 有没有吃对 你只是吃单一的东西 还是吃 豆骨蔬果 你要让自己的餐桌 每天都看得 像彩虹一样 因为你这样 所有的维生素 各种维生素 你才能够 全部都是摄氏到 但有些 有些人他就 他吃素 他就怕 然后他就单吃那一样 或是说 今天就吃这一样 或吃那一样 但是他的 豆类的蛋白质 或是说 从芝麻 或是从正常的 那个 比如四季的蔬果 他都没有摄取到 他都怕 蔬菜 对 蔬菜应该是 叶力是不是 自造血 不是出地做的 脸味菌菌 还有叶酸 叶酸他们也没有补充到 其实这些 像叶酸 然后B12 或者是说很多 或者是P 这些东西 都 我们植物里面 为什么可以补充 因为它有植化素 我们说的Cytocytocytoccus 有植化素 这些通通都是 都是 那个 荤食他没有的 因为荤食他里面 有动物性的荷膜 他可能会这样 一下子 因为跟我们比较接近 你是正常 就是跟我们比较接近的 生物的话 一下子 那个荷膜一上来 可能会比较好 但是 我们可能没有考虑到 是说 你看 那只是 说实在是一个假象 它是一个 有一个间歇期 但是你在代谢它的时候 我们没有觉察到说 当我们在吃 动物性荷膜的时候 动物性的东西 事实上它有 它到底有没有 营养 一个动物 它有影响是怎么来的 一个一定要免疫力 免疫力怎么来的 要有血液 代谢 循环 但是你把一个动物生命 结束掉了之后 它的循环 它的代谢免疫力 都没有了 请问 它的营养哪里来的 但是 植物上的话 植物是有它 种在土地 它有矿物质 然后它每天 有在照射那个 就是日光 那这个日光 它为了 它有 植物会有香味 这些都是 它这个叫植化素 也就是天然的免疫力 所以我们 有没有发现说 我们去 如果这个植物 我们没有把它拔起来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去 或收取它的时候 它会冷起 会冷起 然后它就变成土壤的肥料 为什么它在掉下来的时候 它可以变成土壤的肥料 一直循环的 一直循环 对啊 对啊 这个就是植物跟荤食 就是食物食跟那个荤食的不同 事实上 不会吃到身体不好 吃素吃到身体不好 是因为它只有吃单一的东西 比如说它认为 到辈子国它就去吃 它就去吃那个豆干 那其实豆干 它偶尔它也是一个 它也算是那种合成品 事实上你只要去吃 平常我们 豆 果 蔬果 但是你坚 有时候坚果类也可以吃 但是你要怎么吃 你不是把它倒在手上 因为倒在手上 你吃下去一把 你第二把 你还会再这样吃 到最后 你的胆固形又会变高 因为它也是会有油类啊 它的热量也是很高 那你要怎么吃 坚果你倒在手上 然后把它握好了 剩下的这一圈 你把它撒在你的青菜上面 跟着青菜 跟着其他沙拉一起吃 但是我是不建议 东方人吃沙拉 你还是要汆烫过 要煮过 因为你有碰过一次温度之后 它的维生素 它才会出来 它会催化 它才会催化出来 然后用的油也很重要 然后剩下的就是说 虽然有吃素 可是不要太常吃炸的 或是说一些合成的东西 一些合成的食物 因为炸的它会有一些saturated effect 就是饱和脂肪酸 然后炸的东西里面 它又有 它会被氢化 氢化之后又变成反式的脂肪酸 这两种都会导致心血管疾病 然后导致那个脂肪酸塞 所以要吃的话 尽量第一个 你的油怎么选 这很重要 第二个就是你的青菜 你的食物的来源 我会建议说 还是真正 真的是你附近可以 可以买到的 那个是 那个是最好的 当然 那个 像现在都是外食主很多 说实在的 这样都很可惜 因为没有一种家庭的温暖 那我是也是透过说 照顾我妈妈的期间 三餐都是我在料理的 那我慢慢会感觉到说 你一个家还是要煮饭 大家一起坐下一起吃饭 才会温暖 那你吃饭的时候 一定要确定 你的餐桌上 看起来一定要是彩虹 那个 就是你这样人生 开始彩色的 不然的话只是单一 一定要那就是欧背 其实现在好像有一个错觉 就是说 吃素肉已经不够有没有 那青菜哪有银 所以都讲哪一种 比较有哪一种 比较有没有 中文吃的 嗯 就是不是彩色的 嗯 这样子变成说 也是一样单一性 结果都怕死啦 其实越吃越死 越吃越死 其实应该是 让自己很大胆的 只要他是正常天然的来源 你就吃 那一定要晒太阳 一定要运动 去补创你的维生素D 因为我们如果没有晒太阳的话 比如说你吃东西 可是我们没有去晒太阳 没有 没有结合 没有成分结合的话 他是维生素D 没有办法转化 没有办法转化 没有办法转化成维生素D 所以运动一定要 可以吗 我希望你补通的话 你再帮我补通 还是要站在这里 不要再过去 他们 你没有位置 你的位置被人家占了 说实在的 你们看我 这个 刚才我的岁数 已经不是秘密 其实如果是洋人的话 大概会很生气 我出来不愿意讲话 这年龄是秘密嘛 可是他们都已经讲 我是48岁 那就是48岁 没办法 那天那个 那个ICRT 那个Jeffrey 本来我想要约他是一个外国人 而且他写来一本健康密码 他都有科学根据的 他现在吃的比我更严谨 以前这种天气 你不要吹电风扇 他还穿夹克呢 那个手像那个伊贝医师刚才讲的 他那个手全部像冰的 像冰冻的一样 现在冬天他也是穿一件 这样短短的 说实在 你们看我这样子 出现去 散散了 但是也不受 我现在想要捡回 都捡不下 不是拿东西捡回 其实我就不能再捡了 我是几片青菜 我不 那个 骨类大概很少去吃它 骨类大概是很少吃它 而像今天那个汉堡里面的那些东西 我都是吃那种天然的那 过一下水 那有些如果我知道它是有机的蔬菜 我还是 这个 沉一杯是怎么讲 我还是出生的 那我以前 一个早上大概我是三片那个 就是 生菜那种 罗曼那种是 三片叶子 一条小黄瓜 大概两块萝卜 就是我的一餐 早上那个林老师他们昨天来 也怕说我想要休息 其实我 可能很兴奋说你们要来 所以我一分钟都没有睡过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我早上那个 那个 陈校长跟 跟那个 王老师 他大概就想说 很奇怪 你怎么四点就跟我来说 不要从那边过来 其实我昨天 我说如果三点都跟你弄 你一定下来一大跳 结果还是六点再打路 我 我睡眠很少 大概 我这样子 差不多有六十年的时间 睡超过四小时是奢侈 很多人说睡不着 可能稍等就疯了 没有 那因为我也没时间吃 大概我很喜欢吃那个叶菜类的东西 所以我要 一定要咀嚼 那种东西你不能这样吞下去 我又不太喜欢吃米那一类的东西 因为我没有办法带性 所以我吃的东西很少 那以前人家要叫我那个 吃那个 那个 那个 盒 那一类的东西 我觉得我很大 所以人家买一罐一罐给我 我说你千万不要买给我 而且我吃只是烤的 炒过的我不要吃 我 我只要给你 本来很新鲜 变米吃 所以最后的东西是 一罐那个250ml的酱油放到我里面去 我到医院去 那个营养师就跟我讲 你偶尔你要放一点酱油还是醋 结果我一罐可以放三连 真的没吃完 我没有骗你们大家 我这样吃下来 那天那个Jeffrey来 他说 师傅你可以不可以把你的手伸出来 把力量力的朋友 你带他一罐 一二三四五秒 现在要拌起来 你把它放下去 有吗 有吗 马上恢复 我的手给你们看一看 可是看一次50块 20块 你看 这么漂亮 我也没有吃胶原蛋白 我就是想 那个牛 都是吃很美的那種草 不是去吃那個飼料的 牛也是 駱駝也是 馬也是 他沒有吃分 他的孩子不要說 我們現在想說 我吃沒關係 我比較委屈 公共我們吃素食的吃 我們的孩子要不吃人 要先吃飯 就要吃飯吃飯 那牛都沒有 他們的奶抽出來還是蓋子很豐富 其實植物裡面 你什麼回亮元素都有 所以我很抱歉 我很不喜歡到那個 很大的那種 弄出來 這邊很多看了 中間只有一點點那種餐廳 我直接用去 我說這輪導師以前也太吃素食 都給我們騙跌 他說要叫我騙跌 他這次說 弄出來這裡 你以前說來這裡做什麼 不修學 不修學 聽說修有一個好處 他大概第三星期 還是第四星期 你告訴我怎麼 以內的美女 少了四歲 就是說我們那個馬醫師那邊都有一個解釋 就是你內部的能量廠 或內部的這種肝臟的一個整個功能 那我來這邊的大概一個半月 那回去以後整個測試整個 那個一個半月是假的 都是十五天十六歲 對 我記了 四個半月 所以我說那樣子兒 他還能夠幾 不到一分夜 減四歲 體內年齡減七歲 那自己也會感覺說自己的體能狀況真的好很多 比如說今晚熬夜什麼樣就是精神還是很好 但是劉醫師常常跟勸我一樣就是說 你什麼都可以跟師父學 唯獨睡眠不能給他學 因為可以 他說你這樣跟師父學不會掛掉 師父不會掛掉 有超過的 來 那我現在說有一個醫師在這裡 我要請教他 很多人說 師父你還吃那麼少 會不會不夠營養 我是說我那個心 我是肚 但是不是肚披折 會不會吃那麼多 會不會不夠營養 所以我是覺得我心裡 祈福不那麼大 然後 我會比較拌勞的 會不會拌勞 我就去走走走 我是覺得不要再會吃那麼多 所以以前人家說 早上吃得少 中午吃得飽 晚上 晚上 早上吃得好 好 好 中午吃得飽 晚上吃得少 不吃更好 所以 日子人家 哈拉 多少 哈拉哈基夫 一聲一聲一聲 是不是這一句話 對不起我都是國小二年級學的日語 跟他這個博士講這種日語 我是覺得說我如果吃得很少 大概 胃不要動那麼多 也不要晚上也動 我不知道 醫生那有動力嗎 沒有動力 我都會 我都到他爸爸那裡去 我說醫生好啊 不好啊 你也跟他說 是怎麼這麼不好 那我請醫生來跟我講講 那個吃得少 對身體好的道理 欸對不起我沒有叫你們來我們這裡不要吃 來這裡更要吃多一點 知道我們這裡的菜真的很好吃 其實像如果在開始吃素之後 那個有一個值 那我們現在就會開始重量 那我以我自己的經驗好了 我之前也不曉得 因為大概吃素吃了四年之後 我發現說 欸奇怪 好像我吃素也沒有比較散 那我開始 後來是前兩個月吧 我的我開始會有一種頭痛 就是會有劇烈性的頭痛 而且都會著重在肩 肩膀頸部 還有那個後腦勺這一塊 那我也不曉得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我也是要照這樣吃素 這樣吃吃吃吃 後來有一天 我就我開始覺得說 我就開始又重新回去審視 我每一天在吃的東西 尤其是糖粉 還有我的量 我在想說 是不是我應該要減量減重一下 那我從兩個月開始呢 我就全部把我的 我就跟我家裡的阿姨說 你幫我添飯的時候 幫我添過十塊的米飯 以前我都要吃半碗 但是我就跟請她說 你幫我添五十塊的米飯 這麼大小就好 大概那個湯匙半個 半個就好了 那我大概 在 當然前面那一段 在這兩個月當中 我就 慢慢減 但是低恩減之後 那個很痛苦 因為會餓 會餓 可是我菜會吃多 然後甚至 減到大概 第七天的時候 我會爆發 爆腹性的影子 就會這樣吃 所以 所以 所以就 根本就沒有任何的差別 可是 我發現我的症狀並沒有減輕 甚至到了中雨的時候 會更激烈 更疼痛 那我就下定決心 我就到佛行去跟佛呼騷說 請你給我智慧跟力量 讓我能夠以決心減下來 因為我真的想要 觀察我自己的身體 到底出現了什麼狀況 那 好了 從我開始 從佛場下來之後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開始覺得我的 這不是虛幻 我會覺得說 好像 你有了那個決心之後 要後面要做的一件事情 他就會變得很順利成長 所以 大概剪了 這樣一個月 我剪了兩公斤下來 我的疼痛就好了 就是不要而遇 那我就開始在反思說 這到底 對我而言 有什麼樣的醫學的意義 我就想到了 因為 我剛剛 有跟各位分享說 我母親就是中年的時候發病 有糖尿病 那因為剛好我正好介於他 中年發病的年紀 雖然我吃素 可是如果我控制的量不好 比如說我現在在熔夜 我一天 我不能夠吃超過四顆 多了一顆 我的眼睛就會開始癢 我的身體就會開始癢 我就知道了 我就知道說 那個對我來說過量了 那現在呢 我就全部都簡單 然後 譬如說像那個西瓜 西瓜切下來 大概這麼大 我只吃一塊 一天 快 這對我來說 其實這天就夠了 那青菜 沒有 就是沒有灑 沒有說過度加工的青菜 我當然就是吃一把 你大概會了解說 你大概 自己一天 這一餐吃多少 是足夠的 自己會知道 多了 其實多了 他就是廢物 對我們來說就是廢物 可是 那你吃到你的胃又不平衡 對 就是說讓我們的器官 你會再加重 當然吃荤呢 他是會 triple 會三倍四倍的 再要耗能 可是你吃素 你量多了 當然我們的器官 他也必須要再多做工 那現在呢 我們說的有一種 叫做間歇性的斷式 事實上我 並沒有 很建議說 大家做這一塊 但是 可以建議說 大家可以把像夏天 夏天其實我們 我們看起來好像 我們夏天很喜歡吃甜的 為什麼 因為流汗 然後甚至 又說夏天產的水果也比較甜 事實上 你不要一直 摊那個甜去吃 因為吃的越多的話 好像會變成是一種負擔 會變毒素 那 你 這樣你的身體 大概維持在七八分房的狀況之下 那剩下他代謝了 空了之後呢 我們身體有個叫做 autophage 就是自視細胞的那個功能 他會自己把毒 把一些我們過度的廢物 轉成動能 再來提供你 提供的能量 所以這些其實不用擔心 之前在師父這邊 就有那個 有甚至是出來跟我說 像你這個體財三天不吃是麻煩 所以 就是 後來我發現說 這個是真的 但是我也不希望說 我就開始在想說 為什麼他跟我講這一件事情 事實上他在講的 其實也是在跟我提醒說 你要小心你自己的健康 然後另外一個第二點就是糖分 一個是量 一個是糖分 事實上很多的癌症 他是需要糖分的 也就是腫瘤細胞 因為腫瘤細胞他在無氧的狀態之下 他會靠糖分去變成他轉成他的動能 下去生產 因為他態度是 癌症 希望你多吃一點糖 然後才可以 那個癌細胞才會可以增生 是這樣 因為他無氧的狀態之下 他一產生動能 他會開始新生血管 他 癌症他是在無氧 他可以自己生成血管 但是這個 癌症的血管是很微妙 因為他的血管壁很薄 所以他很容易破掉 因此我們常會聽到說 什麼叫轉移 轉移到腦 轉移到肺 那個都是因為癌症 他生成血管之後 血管太 水管促進很高 他就自己破掉 因為他也要生存 所以他會轉移到別的地方去寄生 寄生 就是那種 就是這個定義 對 所以就是量跟糖 要控制下來 雖然吃素肉也是一樣 就是加工食品 甚至精緻的東西 盡量是少吃 還是以最原始的 我們植物的 我們食物的原型 我們來吃 那個才是真正 他是有能量的 然後是對身體是最好的 那很希望大家在學佛的過程當中 有個留個一個健康的法生會命 那我們可以在修行上面更精進 謝謝大家 事實上我這一輩子大概吃東西出來很少 有時候呢 就從早上有人來 那我大概只是喝一點點那個 現在被子如果沒有空的話 然後乾脆叫人家把那個精彩 弄成精力糖 我這樣可以喝下去 不用拒絕 其實還是要拒絕比較健康 我從作意裡面去 就可以有那個消化美 然後我們吞下去會比較好 那我經常 這幾十年來經常大概是 中午的時候有些居士 他真的說我從他醫院來 我很想跟你聊聊天 我說已經打板了 你下去也要請你們自己的祖先來吃 這一點我倒要跟大家講 不是說我在那裡已經共了 我有超度 我們要吃的時候 如果想到我們自己的長輩 或者像這個疫情當中 像有些水災火災 總總在那往生的動作 你說希望他們能夠 履苦得樂的話 我想隨時隨地你都會去想到 不能說這是一個形式 真正的 因為你們大家沒有時間 我就是告那個 吳老師大概他能夠體會到這個 或者是那個楊校長 那個陳校長他們 大概都會對這個要請祖先 很慎重的請祖先有這個 什麼 那我要講的是 我不要離題太遠 就是說 我說請大家下去 就有人跟我講說 師父這樣啦 我還不要下去吃飯 我跟你講兩三句話 我就要回去 其實他的兩三句 就是下面去排隊 已經排完吃完了上來了 他還沒下去 因為他很需要 我是覺得他需要 其實我的飯 我很少到下面去跟大家吃 一來以前 他們說 不要有十五隻 這用比較鹹 有炒一把調味料 不要有十五隻 後來我現在不行 你每樣你就跟我夾上來 萬一他要害死你 我也說那個太鹹了 因為極光是沒有錢 可以買鹽跟買油 所以我要趁那個機會 節省一點 我就會說 這個 可以不可以吃 我經常都是用我自己的想法堅定 所以我經常 中午端上來的話 到晚上十一點 我都還沒有去端過 中間我只是跟你們喝一些水 甚至喝水喝很少 到晚上十一點多 已經健態差不多 我是想躺下來就好了 可是我就吃完了又再看 那裡面像剛才就有幾個人打電話 反正我不要回 其實有些還是蠻重要 所以我經常大概一天 早上是喝一點點 那中午的菜 冬天是留到晚上才吃 我現在 比較聰明一點 你要把我們白拿放的 我到晚上還有一個 小碗來練習 所以我吃的東西很少 大概是哪樣訓練來的 可是 我絕對沒有死 那心腦上 他一打坐 人家再要回來跟他 要跟他 用引擎 要開鏡的時候 說 你吃了沒有 他說 不然呢 站起來 蚵子已經成功 成功 一體水也沒有 都沒有死 我說 真的我用我自己的體會 是殘約為食 那我每天 只要人家做個梅頭進來 能夠施展梅頭出去 就 什麼 所以我們不要想過 吃素 就一直講 吃素不健康 吃素不健康 這個觀念一灌進去 明明最好的東西 吃了也是不太好 還有一點 是笑話 還有這個 可是這個笑話 大家 我希望你們也聽一下 你們來我都沒有跟你們講 觀世音菩薩 大師父菩薩 地藏菩薩 這個都沒有講 只是講這些雜事 可是這個都跟我們24小時 生活有關 今天只是講到一部的飲食 我差不多五十幾歲吧 我從新加坡回來 每天都很忙 這樣坐下來 兩個腳一盤上來 都沒坐下去 上洗手間也沒有 所以有一次呢 我又回鳳山佛教的聯社的時候 有人去買那個 日本的那個 所以一搖就滴很多水的水蜜桃 他們都講 為什麼這個買不到 你很難得回來 我給你吃 我回去六七天 一天可能要吃三個 我是想我 有時候兩天都吃不到一個 你現在一天要叫我吃三個 然後有一位 在那個 鳳山的醫院服務的一個副醫長 就說 師父 我給你海鮮 那個水蜜桃 我說真的很甜 如果我剛好也不吃飯 都沒有時間吃飯 我就吃下去 血糖兩百多 血糖兩百多 那你想想看 他們就說你要吃藥 經常都是那樣做 然後 進去他們都說 師父這個人家要給你吃了 那就要吃 吃了又測一測 有時候就說一百多 我就認為已經蠻緊張的 好 就要吃藥 吃到後來 年紀大了 醫生說 我可以給你 慢性病的處方間 三個月來看一次 那我想 掛個號也好 萬一哪一天走了 一定要有一個病例可以查 好 我們家的徒弟就很 很孝順很盡忠 他說師父 人家都去吃兩餐 你到現在還在那邊吃 趕快來吃一點什麼 那個水果 都是弄那麼大 那麼特大號的 這是我們家 什麽人給你的 奶奶給你 他要看我吃下去 我說不能吃 他說 可是師父你不吃 等一下怎麼吃藥 你那些藥都沒有吃 你要吃藥 那個藥不能不吃 是啊 我說假如我不吃這個東西 我可以不吃藥 為什麼一定要吃藥 你們想想看 所以有些人家裡沒有藥就心慌 我是盡量把醫生拿來給我的藥 我說 不要浪費拿去藥房給他們 不要過節再丟掉 我們浪費的那個醫藥很多 這是我的一個想法 我希望你們不要說 人家醫生給我開藥 我如果沒有 要怎麼做 沒有藥要怎麼做 我們家裡 甚至是現代這種時代 他比我年輕一半你知道嗎 他沒有藥他不行 那我是想如果我在飲食上控制 然後我可以運動的時候我運動 我不是真的都沒有動 我進去 躺在床上 只是一點點時間為期 腳上去到累了 他們說奇怪 你都現在沒有到外面去拜佛你的藥 彎道很低 大概大概就是這樣 還有一點 請你們不要 請你們不要 你最喜歡的師父 你最容易把他堵死 我看很多 到場的那些老和尚 真是要信徒強勁死去 真是要死去 像一個生日 乖乖他講他生日 一次五六百個人 一定要見到師父 整個拿著紅包 師父生日快樂 然後就把高麗生什麼什麼 就放了一大堆在那裡 他就 你來他就把你阿彌陀佛 把你加持之後再一個一個 其實五六八也下來 他連水都沒有喝 七八十歲有夠可憐 所以我說你如果要把他做起來 天天都是我的生日 來啊 對不對 害死了 然後一直 讓他吃 叫他吃 等一下要做什麼 我看了很多老和尚 做大壽 其實小壽也是變成大壽 人家以前是六十八十幾十才去做生日的 可是要做農曆生日 國立生日 在泰國也 泰國的生日 一個人可以過好幾個生日 很可憐耶 為什麼一定要把這些人弄成那樣 他有了一點病 你老师說 我有一個什麼 你其實這個很貴耶 你醫院的要一顆才三塊 我這個一個就要幾千塊耶 所以你趕快吃下去 其實成分都一樣喔 碰到楊校長來說 師父 真的你幫我們家很多喔 我這個也是秘方喔 我已經都用來 他們都不要緊啊 你吃就吃了 其實這個可以救命的 包括吃下去 其實成分都一樣 其實吃一個可以喔 你吃三個已經有一點偽量度數了 十幾二十倍 去喔 去喔 這喔 醫藥往下啦 嘿嘿嘿 所以你們看看喔 很多 大德務 全分 你不把家裡搶這個啊 你對他喔 不好 我對他那麼好 你都不可以用 假如有喔 同一個人去弄啦 啊不要 都是很好的要啦 然後害死啦 對 像這種東西是我自己的一個體驗啦 對 我很喜歡 如果大家不在的話 他們來跟我講 到身上 嫌疑以赴 不然辦法 可是我也說去很慘耶 在那裡講話講話 你是會說法師喔 他說 我就聽你的電台 你的聲音 怎麼做不然十塊 我也會贏 可是 你看看喔 那些 我這種 完全我都 已經覺得 我這個是聚靜無名的人 那些大人物 真的我是覺得很可憐啦 受到公正喔 但是喔 都是 每天都中間喊氣的 所以 我不敢下去跟你們吃 等一下說啊 胡老師姐講 我跟你們喝一杯 然後你們家喝一人一杯就好了 在家裡也是 你們的長輩 像那個 慈醫師他不是講開玩笑的 他 他爸爸說那個很好吃的 那前幾天喔 他的患者就 慈醫師我們這個 人家很好吃 一人三人讓他吃就好了 他爸爸也是只能吃兩個還是多少 就超級 吃一顆喔 吃一顆喔 我們人家 哎呦 師傅你不要拿什麼 一顆給我們吃 你是要 要跟我們想 他就認為他只能吃一顆 我們在台北那個 馬醫師也是 誰可以 只要可以吃一點點 我們大家 都會 真 真 當情喔 醫生沒看你趕快吃 還有人 只要吃那麼多 你不想去抽 你怎麼不吃 去醫生看不變 你是要尊重自己找出毛病 趕快去節制 不要吃什麼 還是說 要讓醫生看我吃得太少 沒有醫生看我才吃得太多 這個就是 可能我們學活學一輩子 還在這種地方 自己去做一個錯誤的 你看 這裡你說 一種都沒有把他保病 我請大家自己保病 因為在 台南有一位教授 人家就問啊 台南有很多那個 開元室 族席室 那個都是 都是清朝 或者是 明朝末年的 那個 事都很 很久的 他說 你怎麼怎麼沒有大福祉 你就要找到九個家去 做一個九個生 也是很無用的 他說 為什麼 那裡也有佛祖 那裡也有佛祖 他說 我去那個師父說 那時候 現在要靠自己 佛祖 不能幫你保病 他說 為什麼要來的 我也不知道 你如果 靠這些佛祖保病 雖然 極光蘇的佛祖 警察罪 他會幫你保病 他會幫你教那個方法 你自己 自己 自己做 你要去做 不自己做 你絕對都不能去做 這才能真正的消夜照 不然的話 沒有辦法 好 阿彌陀佛